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馬祖主持人 大家好 有位網友上網來問到 問問說 家裡拜拜香爐可以移動嗎? 香爐可以移動嗎? 針對這個問題 我個人的回答是這樣的 我曾經聽過老一輩人講 這個爐是神明禁吃的地方 所以不要去動它 動了以後 神明找不到位置來了 那就不大好 所以爐不能動 這是我小時候聽老一輩人講的 所以我的觀念當中 爐不能動 那我們也知道 在拜拜的習手上 老一輩的人 都是講一個笑我們的例子 很嚴重的告訴我們 這個就是醒明禁止的地方 你不能動它 你動它找不到 就代表很慎重 你爐盡量不要去動它 其實當我開始 揭持馬祖宗教 去了解以後 無相相為相 其實是來自於一個恭敬心 所以常常宗教一開始 就是要歸一三寶 恭敬三寶 練三寶 也就是說我們宗教 都來自於有個神 有一個主神 一個佛祖 一個佛 就是祂的經典 祂的教育 祂的一個習史 方法 那我們的道教 民間信仰 當然安神就要有個爐 因為神有時候要去繞境 或者去進鄉 對不對 要出行 那爐要在那邊 那爐代表爐在代表祂在 那就有祂的華 它的一個方法 它的教義 的一個道華 那有先導的紅華的身 教導我們 為什麼這樣子 教導這個華給我們的 叫火華身 當我們知道要恭敬三寶 火華身 所以我們知道恭敬最重要 然後那個爐呢 爐爐不動 那我們常常爐爐不動 常常爐爐不動 想一想有道理 這個我們安裝一個神尊在我們家 就像一個長輩 阿祖 阿嬤阿公 老長輩 老年家在那邊坐在那邊 阿那你常常被他動來動氣 這個神尊動來動氣 阿你移動一下移動一下 好像不大禮貌 所以盡量不要去動那個神尊 阿那個爐呢 根本沒有動的一個必要 神尊剛剛顧問講 可能要去進鄉阿 可能要跟著有什麼事去辦阿 辦事怎麼樣 有這個必要也許會動到他 穿衣服阿 幫他換穿衣服阿 總是還是他 有一個希望整修阿 我們總會動他嘛 那這個爐呢 就沒有必要阿 那只是因為一個整齊阿 乾淨阿清潔 所以我們每一人呢 我們送神 12月呢 24的時候 送神 送神這段時間呢 我們就可以動爐 這個爐啊 就讓我們清潔一下 這是我們慢慢的 顯成一個習使 這個爐呢 我們就不要動它 老人家坐在那邊 你叫它動來動氣 你好像不夠孝順嘛 不夠尊重嘛 所以盡量不要動它 那有同修呢 還是朋友呢 來問喔 那我父親呢 不要虔誠 前一十五年 它整理相知的時候 那順便把爐移動來 把它擦一擦 如果你是以恭敬心 希望它很乾淨清潔 無妨 只要你很恭敬三寶 你尊得尊敬三寶 這個動作也無妨 可是我們還是洗死 我們就要慢慢形成個習慣啊 那旁邊擦一擦就好 爐就不要動它呢 不然老人家會罵啊 那是神免禁吃的地方啊 那我們尊敬老人家 那老人家教我們就是生嘛 他這樣講呢 我們盡量去遵守 學順因言 這個老人家教我們這樣子 阿公就這樣教啊 這個媽祖在從這裡禁吃啊 你不可以動它 我們也尊敬阿公嘛 尊敬這個生嘛 所以我們盡量就不動它 慢慢我們就了解了 哇24號呢 所以24號呢 清潔 那實在裡面呢 需要清潔一下 那不妨動一下無妨 因為裡面呢 我們可能要把裡面的那些香灰啊 整理一下 我們請下來 我們會掏那個香灰啊 重新整理一下啊 所以我建議是 我們呢 恭敬的心 能不動就不要動它 每年動它一次 總整理一次 香灰呢 可以吃一食五呢 整理一下 盧就不要動它 盧盧不動啊 就像盧盧啊 不動啊 就代表我們的恭敬 長輩坐在那邊 我們來起來動作 掃地啦 泡茶啦 端東西啊 都應該晚輩來做 不是請長輩做啊 所以這個盧的代表 這個長輩代表神明 我們對他的尊敬 這盧盧盡量不要動 那這是顧問的一個分享 顧問的分享 那我們的馬祖信徒呢 還是要以恭敬三寶 我們恭敬馬祖 那馬祖的洗食 我們會換衣服啊 會進香啊 所以神尊呢 有需要都會動它 那個盧呢 不需要去動它 要整理呢 這七十五 我們相知呢 整理一下 把它擦拭一下 弄乾淨 不要去移動它 我們每年送神的時候 其間再來動它 以上是我的建議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馬祖慈悲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